随着全球降息周级展开 债券市场渴望受贿 观察过去四次联准会降息循环 包括了美国公债 投资即债 以及非投资即债 在降息之后的半年 一年之后都呈现上涨的格局 而另一方面 美国降息 日本央行升息 也渴望推升日元的表现 因此专家就建议 可以透过日元计价资产 来投资美国的股债 近期也请您持续锁定 联准会降息的布局策略 系列报道 美国联准会9月一口气降息两码 并暗示未来还会进一步降息 显示全球宽松时代来临 债券虽然因为资金早就体现卡位 近期表现相对平淡 但专家认为 债市表现后市仍然可期 我们如果在降息前 我们去回归三个月来看的话 其实各类债市大概都有5%以上的表现 但是其实同期间的股市 大概是只有涨3.3% 所以其实债市是有一些实现性反应了 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在 其实联准会主席鲍尔有讲到 他其实不希望是寂静的降息 还是可以保持一些耐心 在债市这个部分我们觉得 其实是可以广纳各类债市的一个机会 债市多头列车启动 摊开过去联准会降息循环 不管是美国公债或者是投资集债 在降息后半年报酬都成上涨格局 把时间拉长到一年也是正向表现 这时如果再纳入非投资等集债 投资效率渴望提升 从平均报酬率来看 以百分之百非投资集债为最高 但相对的波动度也较大 再从风险调整后报酬来看 可以看到一半的高平等复合债 加50%非投资集债为最高 另一方面联准会降息 同时也牵动着日元表现机会 就过去的一个联准会的降息的时间来看的话 其实平均来讲 美元大概是贬值4%左右 那日元大概是升值3%左右 还是可以透过日元计价的一些 像是美国股债平衡这样的资产 去以日元然后去投资在美国的股市跟债市 那其实就可以同时的去享受到 日元升值还有美国股债市的一个机会 日本转向山西渴望推升日元走势 因此专家建议以日元掌握美国市场投资机会 从殖利率优势来看 美国非投资集债可以来到7.3% 再从美日股债资产的波动风险观察 美国股债平衡策略为10.63% 日股则有16%以上波动相对大 因此提醒着量配置 毕竟金融市场瞬息万变 投资还是要小心谨慎 记者黄友柔詹明华台北采访报道 接着量配置